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柳 前段时间她生了场病失去部分记忆 只记得自己出嫁时 手里握着一个给未来夫君催酒的荷包 现在在眼前这个也叫催酒的人身上 小柳想这人大概就是她夫君了吧 身边的李妈妈说 小崔为了她散尽家财来到这小小的灵犬阵 夫君爱我 寂寞 总之是个可靠的人 这些都是你家妈妈说的 那你怎么想 我 夫人 我相信我的夫人啊 你慢点啊 家主 夫君 也可以出去抓一抓 散散心 头疼 好疼 那是想起来一件什么没有 王爷心细如发 灵犬阵的部署也跳不出错 咱们的人就连本地百姓都不会起 好疼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